今天我们来一次极限骑行 80岸的电池容量要跑130公里 重点来了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西藏还是冬天的西藏 今天全天的气温都在零度和几度之间徘徊 还要翻越两座崖口 一座5100米 一座4800多米 还有车子本身的附赠400多斤 今天一间平均海拔都是在4000米以上 今天我们从错美性出发 前往西藏山南市 全程130多公里出头 这种情况下半路趴窝的可能性达到了99% 但是我对我的电池还是有很大信心的 那我们就开启今天的极限骑行 大家早好 今天的天气还是很不错的 大家也能看到 早上起来呢 先把昨天晚上吃剩的饭吧 简单的热一下 吃一下 然后我们就出发 吃完之后看一下我们电路车的电还有多少 容量剩余80% 然后39%的电 还有电池的循环容量 大家仔细看清楚 这个能证明我们中途有没有充电 昨天晚上我们露营在错美县这里一个小公园 可能是因为冬天的原因吧 公园里基本没什么人 昨天晚上睡的还是很安逸的 从县城出发 就是盘山公路就是上坡了 就是要翻阅今天的第一座牙口 海拔有5100多米 错美县县城的海拔呢 是4100多米 从这里也是隐隐约能看见现成的部分 今天本来就挺难的了 巴士要走130公里 但是最重要的今天基本都是上坡就很烦 所以呢 我们就只能把车的速度降下来尽可能的去省电吧 今天我们要走的这条路呢 是560国道 这一段国道很少有车吧 车基本也是当地的 560国道的话好像只有在西藏这边只有几百米的一个距离吧 这条国道距离还是很短的 现在上到今天的第一座牙口了 卡里拉山口海拔是5120米 足足爬了26公里的连续上坡 耗电情况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非常的耗电 上坡是需要很大的电流的 比如说现在是30的速度 在上坡电流可能达到了四五十的一个电流 现在只有61的容量 用了20安的一个容量 含了一座26公里的山 我的车身呢是很重的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所以耗电量是很大的 山周围可以说是光兜兜的 然后附近都是雪山 没事兄弟们不要慌 先吃个橘子压压精 这两天呢 基本都是每天都要翻越5000米的牙口 幸好我没有发现高反的情况 这么高的海拔风又这么大 又这么冷 此地不宜久留啊 赶紧先往山南市的方向撤吧 先下山再说 下山的话就很轻松了 上山都是痛苦面具 下山的话脸上都是喜悦的笑容 但是速度也不敢太快 因为这里的话路都是坑洞洞洞的 太快太颠簸了 庄团的前面要经过一个县城 叫穷洁县海拔都有将近4600米的一个海拔 这个县城规模就比较小了 可能跟内地的话比一个正要大一些吧 这里的话风也是很大的 如果遭遇连续几天的大雪的话 这里很容易风路 就是成为一座孤岛了 住在这里确实一点都不安逸 直到现在走到这里呢 我就感觉我这个车续航 基本还是能明明 叫到山南市的 刚开始决定要 以巴山的容量走130公里 我都想到可能是完不成的 半路可能要在某个地方充电 或者呢就得推车了 推到山南市 或者推到某个地方能给电路车充电的地方 那么大家肯定就会有个疑问 我为什么要用巴山去走130公里 还是这种条件和各种限制之下 很快啊 旅游们今天又翻阅了第二座亚口卢古拉山 亚口海拔是4898 就是极限继续往山南市的方向出发 这里的气氛也是越来越冷 有少波呢 他自然也会有下坡的 下坡的话相对于就比较省电了 现在呢 从现在4800多米的一个海拔要降到3500米 因为山南市的海拔呢 是3500米 所以现在可以说是情形没有太大的压力了 随着下午的时间到来 太阳也在慢慢落山 气温也是慢慢的低起来了 终于是降到3000多米了 现在也能看见冲装和房屋 也能看见树了 在4000多米5000米的海拔 那根本年一棵草子呢 很难见到 更别说是树和大量的居民区了 我现在心情可以说是大好 因为终于赶在日落前 到达了山南市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开始去找汽车的充电章就可以了 在西藏山南市只能搜索到两个充电章 一个就是国家电网的充电章 另外一个呢 是小鹏充电章 因为呢 我之前用小鹏充电章经常充电 所以呢 是没问题的 所以我一开始就先去找小鹏充电章吧 但是没想到 跟着导航去了人家的医院里面 在医院里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然后最后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酒店门口吧 但是问了保安说里面有充电章 但是他说用不了 然后就没办法 只能去找国家电网的充电章充电了 现在也是终于到山南市这里的充电章了 几斤周折可以说是 现在呢 先不着急充电给大家看一下还剩了多少的电 首先电动车仪表这里只有两个电了 导航呢是有两次就是因为第一次充电章用不了 然后就导航去找了第二个充电章 剩余电量9% 剩余容量还有18%的一个容量 循环容量也是5709 今天出发的时候呢 容量是5647 电池62安的一个容量都给他计算到电池的总循环里面去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给我们电动车开一个80安的一个容量 在这里充电吧 大概需要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就能给他充满了 冲上电的这一刻 今天这一刻旋转的心总算是放下了 我小波玩的就是极信 其实偷偷告诉各位旅友们 就是因为在错美线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充电 所以才决定这么干的 最后呢 也是有惊无险的道老吧 如果在错美线充电的话也是白充电了 我小波玩的看左哥 是过往一身的东西 是一会儿的旅友们